大夫人说,妾生的女儿也应该当妾 她用我姨娘性命做要挟 一顶小轿将我接近王府,替嫡姐故宠 我机关算尽步步为营,一双手沾满鲜血 而嫡姐,圣洁不染尘埃,角角如天上院 这一生,我害了太多人 自然也为人所害 死的那一天,姨娘告诉我,她并非我亲娘 我亲娘生下我那天就被大夫人堵死了 她只是,大夫人用来钳制我的一枚棋子 终活一世,我将算计的目标换成了嫡姐 你见过月亮跌落泥潭吗? 想必很美 一,当王爷这个月,第七次踏进我院子时 我便知道,我活不久了 偌大的后院,空荡荡的不见人烟 众多姨娘和侧妃死的死,卖的卖 到如今,只剩下我和柳姨娘 柳姨娘容貌近毁,一张脸看着比鬼还吓人 王爷虽然顾念旧情 但是却再也没进过她院子 只是吩咐王妃,在衣食上要对她多加照料 不能可待 王爷今年已经33岁,对女色逐渐看淡 反而将所有心思,都放在了儿子的学业和功课上 王府只有王妃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一个数字女都没有 嫡姐这位置坐的,真是稳如泰山 我拎着酒壶,毫无形象地坐在摇椅上 晃悠几下,便仰起脖子喝上几口 酒水辛辣,呛得我眼泪直流 吐死狗烹的道理,我不是不懂 只是,我没得选 丫鬟秋月有些不忍,伸手抓住我的酒壶 姨娘,别再喝了 再喝,就该醉了 我笑着夺过酒壶,随手抹去脸上的泪 怎么,我都快死了,还不能醉一场呢 二,秋月骇然地望着我 脸上的泄色在请客间褪得一干二净 我慢悠悠坐起身,认真打量着她 秋月从五岁就跟了我 自小就是我的贴身丫鬟 只是,她不仅仅是我的丫鬟 也是别人的女儿,姐妹 她一家子都在大夫人手底下干活 罢了,不过是个和我一样的苦命人 小姐,秋月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握紧帕子不敢看我 你,你都知道了对不对 怎么会不知道呢,我向来心细 不至于连枕头下被人塞东西都发现不了 小姐,我,都是大夫人逼我的 小姐,要不你跑吧 秋月咬着牙,抬起脸,视死如龟盯着我 带上银子,有多远跑多远 我苦笑一声,继续往嘴里灌酒 这丫头可真傻 我能跑,可是我娘跑不了 还有她自己那一大家子人,怎么跑 如今世道不太平 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带着大笔银钱孤身上路 就算侥幸不死,也活不成什么人样 曼姨娘,王爷和王妃有请 秋月不死心地想继续劝我 但没时间了 贵妈妈带着一帮人浩浩荡荡闯闯进院子 丫鬟仆仆夫们带着绳子和棍子 来势汹汹 三,你这毒妇 顾争一掌甩在我脸上,满眼都是童心 他是习武之人,力气很大 我的脸立刻肿起一片 淡边唇都是麻的 我低头吐出一口血沫 依旧将几倍贵的笔直 沈如曼 我自问但你不薄 你便是这么对我的 秋月同我说时 我只以为是别人污蔑了你 没想到,你,你竟然如此歹毒 顾争捂住胸口,脸色铁青 好似他才是那挨了一巴掌的人 他咬着牙,呼吱呼吱喘着粗气 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我问你最后一遍 那些事情当真是你做下的 沈秋月淡然地瞥我一眼 伸出手摸了摸头顶的金簪 他的手臂纤细紫白 像一截鲜嫩的脸藕 手腕上,一只翠绿的镯子 正散发出悠悠绿光 这镯子,是娘亲从来不离身的 这是父亲送她的第一件礼物 娘十分珍惜 平日里宝贝的跟什么一样 我,就这么一个娘 我垂下头 挺直的几倍一寸一寸垮下去 最后,像狗一般匍匐在地 都是我做的 柳姨娘毁容,唐侧妃小产 周姨娘失足落水 全是我做的 四,故争双目赤红,扭曲的面容 也遮挡不住她的英俊 她深深看我一眼 随即一开视线 漫姨娘心肠歹毒 残害王寺,谋杀侧妃 拖下去,即刻仗毙 我居然抬起头 西行两步,抓住她裤脚 王爷,在死之前 能不能让我见一见我娘 顾真还未开口 沈清月已经捂着帕子,低声抽气 王爷,就让她见一见吧 漫姨娘,毕竟是我树妹啊 是啊,树妹 一个树字,便是云泥之别 她叫沈清月,清雅如明月 而我是沈如曼 卑贱,如杂草藤蔓 顾真冷冷一笑 嗓音嘶哑暗沉 树妹 同是姐妹 一个高雅如蓝 冰青玉姐 一个心肠歹毒 满腹算计 沈如曼 我要是你 修也修死了 你这是在给你嫡姐脸上抹黑 给沈家脸上抹黑 看在王妃面子上 我留你一句全尸 来人 杖毕改成镇九 给她一刻钟时间 一旦见过她姨娘 即刻行行 五 我特意换上 出入王府时穿的衣裙 这是娘亲特意替我做的 一针一线 给我留膝盖 会在我冻的发抖时 悄悄给我怀里塞个汤坡子 那是我在神府 为数不多的温暖 而且 娘亲生我食伤了根本 从此不能再有孕 我是她唯一的依靠 就该照顾她一生一世 我摸着香飞色的百花裙 上头用银线细细绣了一百朵花 栩栩如生 巧夺天工 这裙子要是正红色的就好了 肯定会更美 只可惜 做人妾事 这辈子是没资格穿正红的 裙子有些大 空荡荡地挂在身上 我用腰带紧紧勒了两圈 才勉强记住 这是我15岁进斧时穿的 没想到 我现在瘦得连那时候的衣裙 都穿不住了 小时候 我总盼望快快长大 可以早点嫁人 离开神府 现在想想 自己当真幼稚可笑 神府是一座牢笼 可王府 却是我真正的地狱 活着可真是太累了 这么累的事情 就交给娘亲吧 看在我从容赴死的份上 大夫人应该不会再苛待于她 六 娘 你看我生日又瘦了 嘻嘻 王爷爱惜腰 最近总夸我身段秀丽 我用帕子捂着半侧脸 尽量不让她发现脸上的红肿 娘没说话 只是神色复杂地看着我 我拉起她的手 对她故作天真的撒娇 娘 你怎么不说话 再不说话 你女儿这辈子 就没机会再听见你声音了 我求了王爷好久 她才答应让你进府来见我一面 下次见面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千万别见 希望娘亲能长长久久地活着 长命百岁 不过你也别太想我 我在这王府好着呢 那些苦难都已过去 等我两眼一闭 就再也不用去做那些恶心的事情 王爷对我很好 嫡姐对我也很好 我这屋子的摆设漂亮吧 整个王府 就嫡姐的屋子能同我比 娘 你要好好活着 安心 快乐地活着 我会在地下保佑你的 别叫我娘 我不是你娘 气 我的笑将在嘴角 心中翻涌起 惊涛骇浪 难道她知道我的事情了 可沈清月明明答应过我的 她向我承诺 绝不让我娘知道我即将赴死 也会托大夫人照料我娘 她怎么敢食言 蠢货 娘抓着我的手 将我拖到铜镜前 我相貌平平 身段瘦小 你却容貌艳丽 身上高挑 你自己看看 我们长得可有半分相 半人高的铜镜中 印出截然不同的两张脸 娘原脸方额 五官只是清秀 而我 眉眼浓艳 轮廓精致 两人从眼睛到鼻子 嘴巴 没有一个地方相似 瞎了眼猪油 忽了心的蠢货 你为我手上沾满鲜血 在这王府斗得昏天黑地 可我 从来就不是你娘 你娘是扬州兽马 刚生下 就被大夫人灌下一碗花红 当晚就大厨血死了 她见你自容绝美 才让我抚养的你 只为让你将来为她所用 我从来不是你娘 我只是她前置你的一枚棋子 你听明白了吗 爸 娘生思历劫 喊得满脸都是泪 我呆呆地看着她 脑子一阵阵发猛 她 她不是我娘 我娘已经死了 那我这一辈子 我这一辈子 急急盈盈 到底是为了什么 大胆 门被踢开 贵妈妈阴着脸 怒气冲冲闯入 周姨娘 你好大的胆子 娘心一横 咬牙扑过去 一把抱住贵妈妈 你这蠢货 还愣着干嘛 还不跑 跑啊 她说我蠢 自己又有多聪明 贵妈妈带着这许多人 我能跑到哪里去 我大口大口吐着鲜血 倒在娘亲怀中 娘慌乱地接着我吐出的血 哭得眼泪鼻涕呼了一脸 这一生有你 做我女儿 我很开心 如果有下辈子 我希望你能是我亲生女儿 我笑着闭上眼 看吧 我还是有娘的 九 万儿 醒醒 我茫然地睁开眼 感觉这地府长得很像我们神府 一样简陋的青纱障 屋里家具都是青一色的松木 这鬼差 倒是有八分长得像我娘 只是更年轻一些 赶紧起床 再不起来就要误了及时 娘一巴掌拍在我肩上 力道不轻 有些疼 做鬼 原来也怕疼的 当我被梳妆打扮好 一顶小叫 抬到大夫人院里的偏殿时 我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我没死 而是重生在了 刚进王府这一天 则 果然是个狐妹子 大夫人厌恶地打量着我 视线从我头顶扫到脚尖 最后定格在我妆容精致的脸上 去了王府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想必你心里有数吧 我跪在垫子上 姿态谦卑 女儿明白 大夫人目光悠长 似乎透过我在 看向另一个人 可怜我月儿 品行高洁 优雅如蓝 实在做不来争宠这些事 男人都是一个样 看到你们这种贱人狐妹子 就转不动眼珠 十 沈清月十七岁那年 嫁进王府 整整五年 连一个孩子都没生下 因为她性子孤傲 为人清高 并不讨顾征喜欢 算算时间 顾征如今最宠爱的 应该还是唐侧妃 沈清月空单一个王妃名分 在王府中日子并不好过 上个月 她红对眼回府 恰好撞上我来给大夫人请安 看到我的脸 她有些恍惚 再后来 我刚过完几几里 就迫不及待被塞上花轿 进王府后 我每次将顾征聊拨的欲罢不能 再将她赶往沈清月院子 她那四个孩子 便是这样得来的 她就是如此清高 想要什么 从来不说 需要旁人逼着她 劝着她 塞进她手里 她才勉为其难收下 最后 还要用受害者的身份说一句 这一切 本来就不是我想要的 我朝大夫人认真磕三的头 在喜婆的搀扶下头 也不会见了花轿 这一次 你喂鱼肉 我喂刀祖 我想要我帮她争宠 又不愿我太得宠 所以新婚第一夜 顾征刚进我院子 就被我吐了一身 她有洁癖 为此厌恶我好久 十一 那切是不用行何谨礼的 偌大的喜房中 就我一个人 上一世为了给其他姨娘下毒下药 我苦学过多年医术 我碍压一会儿和骨学 胸口那股浊气便彻底消散 顾征位高权重 性子端庄严肃 像个老学究 但其实 她最喜欢天真娇媚 甚至是有些任性的名艳女子 她墨守成规 心中却藏着头猛兽 想要打破一切伦理规矩 将所有尊卑礼仪踩在脚下 所以 当她推开房门时 看到的便是我站在桌前 捏着点心往嘴里塞的模样 可 嗨嗨 我咽下桂花膏 娇俏地瞠她一眼 姐夫 你吓到我了 顾征面上一愣 随即失笑 你叫我什么 我刚办完吉吉礼 十五岁的少女 自然可以不安事事 一派天真 顾征新奇地打量着我 毫不掩饰自己对我的兴趣 她最不喜欢女子手里 古板 满嘴三从四得 贤淑端庄 沈清月所表现出来的 恰好就是她最讨厌的模样 十二 尚义是为改变她对沈清月的印象 我费了不少功夫 将她的古板塑造成矜持羞涩 清高解释成欲拒还迎 我一边要在顾征面前说好话 一边要努力说服沈清月放下架子 沈清月对此十分不满 只有最卑贱的女人 才会主动迎合讨好男人 我作为王妃 李当规劝王爷恪守本分 举止有度 我很想说你是她妻子 不是她关注 娘 顾征作为摄政王 手下掌管几十万西北军 她回家只想休息 放松 并不想听人说教 告诉她一些迂腐的大道理 沈清月对此十分抗拒 没办法 我只能在中间各种转环 不知道扯了多少谎 操碎多少心 沈清月实在算不上一个好的队友 除了拖后腿 还是拖后腿 幸好这一次 她不是我的队友 糟糕竟然真的笑出了声 十三 顾征惊讶地看着我 侧头挑眉一笑 普通女子洞房之夜 都是又紧张又害怕 你倒是半点不怕 我挑出一块品项最好的桂花糕 点起脚尖递到她嘴边 因为我的夫君是你 所以我才不怕 尝一尝 可甜了 顾征目光灼灼地盯着我 然后低头咬住我的手指 指尖有些酸麻 还有点微微的氧溢 平心而论 顾征长得极为英俊 眉眼修长 轮廓深邃 清冷凌厉的脸上 偏偏长了一双寒情眼 她看向你时 总会让你产生一种 她很喜欢你的错觉 只是我不能动情 因为男人最爱一个女人的时候 就是她不爱她的时候 只有不爱 才能足够理智 足够大度 顾征温柔地抱起我 像抱着一件一碎的瓷器 我勾住她脖子 羞涩却又坚定地回望着她 顾征漆黑的眼眸中 跳动着忧火 火蛇蔓延 灼人心肺 以后别叫姐夫了 该叫夫君 我立刻仰起脖子 十四 第二日给沈清月请安时 我差点没起来床 勉强站起身 刚走一步 双膝一软跪在地上 顾征又是好笑 又是心疼 走过来扶住我 倒也不用行此大礼 我顺势倒进她怀里 娇嗔地用拳头轻轻打她两下 都怪你 下手没轻没中的 顾征有些理亏 摸了摸鼻子 今天就别去正院请安了吧 王妃是你理解 自然会体谅你 我立刻站至身体 疼得眉头一皱 却仍推开她 坚持自己走 夫君 可王爷别开玩笑了 王妃最是重规矩 要是不去请安 说到这 我脸色煞白 身体也情不自禁 开始发抖 顾征沉下脸 眉眼间十分不满 怎么 她对自家姐妹也是如此 我懊恼地咬住唇 慌乱摇头 没有 王妃对我们向来极好的 王爷快走吧 我要去请安了 说完我顾不得疼痛 喊过秋月扶着她的手 火急火燎 就朝院外走去 秋月 快快快 小 可 姨娘 你走得动吗 哎呀 都什么时候了 你就别管我了 秋月似乎想到什么 浑身一颤 立刻拖着我朝前飞奔而去 我们主仆很快就消失在 故障眼前 留给她一道匆忙无比的背影 十五 手臂已经开始发抖 我艰难地举着托盘 感觉全身都痛 胳膊痛 背痛 腰痛 膝盖也痛 王妃 我瞧着曼姨娘贵得可够久了 可怜见的 听说 昨天她院子里浇了四次水呢 她小小年纪 怕是承受不住 别跪坏身体 王爷该心疼了 测飞 唐飞燕鞋靠在南木玫瑰以上 漫不经心地欣赏着自己新徒的扣单 她似笑非笑腻了 沈清月一眼 看似在替我说话 其实每一句都戳在沈清月心肺上 扑吃 四次水 王妃屋里 恐怕半年都叫不到吧 唐飞燕不愧是我上瘾是最强的敌人 短短几句话 就把沈清月气得一佛出事 二佛升天 曼姨娘寡连贤齿 损伤王爷跪体 来人将他拖去祠堂罚跪 跪满三天才能出来 这期间不许给水给饭 这话一出 别说唐侧妃 就连秋月都愣住了 毕竟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我进这王府是替他顾宠的 十六 唐飞燕随意挑拨几句 远也没抱多大的希望 一笔可写不出两个审字 见沈清月发难 唐飞燕激动地坐着身体 王妃手下留情啊 一大早王爷就命人开了库房 说曼姨娘住的芙蓉院太过清冷 得布置一番才能住人 王爷今晚定然是要留宿芙蓉院的 你让曼姨娘去祠堂 谁来做王爷呢 热油入水 费反迎天 沈清月将手边的青花瓷茶杯 重重往地上一砸 都是死人了 还不将人拖下去 我将手上举着的托盘放到地上 对准地上的碎瓷片就跪上去 姐姐 小姐姐饶了我吧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住嘴 沈清月一把推开我 面容争鸣而扭曲 你一个姨娘也配同我互称姐妹 进了王府大门 自当守王府的规矩 来人 快把这狐妹子给拖下去 唐飞燕脸都快笑烂了 周姨娘和柳姨娘一边幸灾乐祸 一边假模假样劝驾 忙得不可开交 十七 贵妈妈将我拖到祠堂后 我红着眼眶问她 妈妈 你是嫡姐的儒母 一手将她带大 我 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我都是听大夫人命令行事的 可嫡姐为何生我的气 我拔下头顶的金簪塞进她怀中 仰头可怜巴巴地望着她 如曼年纪小不懂事 还望贵妈妈能提点一二 沈青月是个蠢的 她能在唐侧妃柳姨娘几人的佳妓中过到现在 全靠贵妈妈 而贵妈妈最为贪财 贵妈妈迅速将金簪收进袖子里 才无奈地叹口气 王妃只是对王爷用情太深 卖姨娘要做的 是让王爷不去宠爱其他人 这其他人自然也包括卖姨娘在内 既要马儿跑又不让马吃草 我又不是顾征她爹 让她宠姓谁她就得宠姓谁 想想自己上一辈子真是够傻的 竟然真的排除万难 按照沈青月要求的去做 我娘虽然在大夫人手中 可整个朝政都捏在顾征手中 只要搞定顾征 还怕就不出我娘 父亲为人最是现实功利 要是顾征开口 别说一个妾事 就连妻子老娘都能拱手奉上 可恨我终活一世 才明白这个道理 如今倒也不算晚 十八 我拉着贵妈妈说了一通好话 最后又塞给她两只劲儿环 恳求她能在敌姐面前 多替我美言几句 贵妈妈收了东西 心满意足走了 没多久 派人悄悄送给我一包点心 一壶清茶 我吃饱喝足 开始干活 头顶的发际应该再散乱一点 看着才有种凌乱破碎美 膝盖上的伤口已经结痂 我咬着牙直接将伤口撕破 流出的血沾染半侧衣裙 看着十分甚人 算算时间 顾征也该下潮了 恐怕唐飞燕早就等在路上 迫不及待要和她告状了 为了恶心沈清月 唐飞燕肯定会把我说得十分可怜 我可不能白费她的好意 万儿 哐当 门被人重重踹开 顾征带着一脸怒容 跨步而至 我扭头一看 又迅速转过身 声音中带着哭腔 王爷别看 妾身丑得很 顾征一把将我捞在怀中 看到我白色裙子上的血迹 她隐忍的怒气终于爆发 还不滚去叫大夫 还有 王妃既然这么喜欢跪祠堂 就去请她来好好跪着 就按她说的 跪上三天 不给水饭 十九 别看顾征如今全是滔天 但她幼年时也曾备受欺凌 她母亲和我一样 都是姨娘 因为长相美艳 经常被正式苛责 罚跪 挨打是家常便饭 除此之外 还有各种阴私手段 夏季不给冰 冬季不给炭 夏日饭馊 冬日菜冷 因为年轻时吃了太多苦 她娘甚至没能熬到 顾征长大成人那天 在她十三岁那年 便撒手人寰 听说她死之前 手中还捏着给顾征做的鞋子 顾征到现在 依然留着她儿时的那些衣服 幼年时的悲惨经历 让顾征养成了偏执的心理 她总觉得 妻子姨娘都很惨 庶子庶女都很可怜 正是妻子 是后宅中最大的坏人 上一世卫扭正她这个想法 我不知道下了多少功夫 我将投靠在顾征胸口上 听着她心脏强有力的跳动声 夫君 姐姐毕竟是王妃 是你的正式 你该给她一些颜面才是 我只是妻而已 主母惩罚妾 本就是天经地义 顾征顿住脚步 目光沉沉看向我 你是自己愿意做妻的吗 二时 顾征的亲娘 也是一个苦命人 她原本是秀才女儿 有着门当户对的亲事 一日出门时 被当时还是安安王的顾征 她爹看中 当夜 就被一顶小轿抬入王府 她丈夫只是一个穷书生 自然求告无门 愤怒之下 竟然投井而亡 顾征设政后 对书生亲属 已经怀了两个月身孕 不过这纯属无稽之谈 因为顾征 长得同安安王有六成相似 顾征虽然同情妾室 但她只同情身不由己的妾室 对于那些为功名富贵 不择手段的女人 她也同样没什么好感 我眼眶一红 垂下眼睫 大夫人 大夫人说 进了王府 姐妹之间可以有个照应 我 我姨娘在府里的日子 不算好过 我不想让她替我操心 顾征冷笑一声 眼眸寒如深谈 呵 照应 她就是这般照应你的 告状已经告得差不多了 我靠在她身上不再说话 柔弱又安静 种子已经埋下 等以后我再进一步 便能开口 求顾征帮我救出我娘 21 大夫走后没多久 贵妈妈黑着一张脸推开门 曼姨娘好大的本事 我虚弱地坐起身 茫然地睁大眼睛 贵妈妈怎么过来了 秋月 快 给妈妈倒茶 贵妈妈神情一僵 愤怒中带着三分胡怡 你还不知道 我无辜地眨眼 知道什么 贵妈妈重重哼了一声 贵妈妈抬着下巴 像往常一样以止气势 你去和王爷说一声 让她赶快免了王妃的处罚 王妃是当家主母 怎么可以受罚呢 真要被罚 她的脸往哪搁 我毫不犹豫披上外衣 扶着秋月的手就下床 我马上就去找王爷求情 顾征看到我 十分意外 你不好好在屋里躺着 乱跑什么 我抬眸小心翼看她一眼 无措地捏着手中的帕子 贵妈妈刚才来我屋里了 王爷 能不能求您 不能 顾征放下茶杯 眼神越发阴逸 来人 贵妈妈奴大妻主 和王妃一并带去祠堂法柜 二十二 秋月急得在屋里团团转 怎么会这样呢 王爷也太不讲情面了 我白着脸坐在床上 惶恐又焦虑 大夫人要是知道 肯定会惩罚我娘的 只要我还在府中 我娘就能性命无虞 虽然眼下会吃一些苦 但我相信很快就能将她就处 上一世 我娘是故意来府中的 她想陪着我一起死 她可真傻 和我一样傻 她的手段远胜沈青月许多 因此沈青月在祠堂跪了三天 她手下丫鬟硬是连消息 都没送出王府 沈府到现在 都不知道沈青月出了事 三天时间转瞬即逝 故争忙于军务 进后宅的日子并不算太勤 这几日府中其他姨娘和侧妃 轮番来我院中看我 尤其是唐飞燕 几乎每日都要来我院中小坐一会儿 不仅小坐 流水般的礼物不要钱一样 接连送进我院中 她娘家是皇商 虽不缺银子 但出手实在是太大方了些 妹妹 这是今年最时薪的鼠袖 这颜色娇嫩 你穿上定然好看 哟 唐侧妃喊得真亲热 不知道的 以为曼姨娘才是你亲妹子呢 沈青月先抬门帘 带着一帮丫鬟仆仆妇来势汹汹 23 唐飞燕长相名艳 性格却有几分泼辣 她仗着故争的宠爱和家事 并不太把沈青月放在眼里 哟 王妃今日怎么屈尊降贵 亲自来这芙蓉院了 沈青月站在屋里 不断拿眼神扫桌上的鼠袖 贵妈妈双手垂立站在一边 眼神闪烁 几日不来 曼姨娘这屋里倒是华丽许多 这老前婆又想开口问我讨银子了 她不说还好 一说沈青月更气 三言两句 就将唐飞燕赶出我院子 唐飞燕走时频频回头 显然对看不成戏十分遗憾 见人 跪下 我立刻跪倒在地 不带一丝犹豫 沈青月是典型的窝里横 从小每次参加宴席受了气 回来都拿我们姐妹撒气 外人面前则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引得别人夸她 气度不凡 优雅从容 每次只有唐飞燕面前 最容易破防 所以唐飞燕也是她最恨的人 上一世 我同唐飞燕斗的你死我活 她给我下药 让我终身不能做母亲 我给她下毒 让她胎死腹中 唐飞燕进府 为的是巩固家族生意 她心底真正爱慕的 是家中为他们言请的岳师 那岳师原本是官患子弟 家中犯罪 才入了教方司 唐家 自然不可能让女儿 同罪臣之后有来往 我设计撞破她和岳师私会 岳师被当场打死 唐飞燕从此心灰意冷 再也没了同人争斗的精神 最后我被一瓶镇九刺死 她清灯古佛 了此残生 沈青月 成了笑着战道最后之人 24 我沈青月 最恨背叛之人 沈如曼 你吃我沈家助我沈家 竟然敢吃里扒外 沈青月这蠢货 脑子掌身上只为看起来高一点 唐飞燕给我送了些礼物 她就以为我已经投向她 连这么简单的离间计 都看不明白 我跪在她脚边 伸手扯住她裙摆 王妃要冤死妾了 这些东西都是唐飞燕 那件人主动送来的 为的就是离间我们姐妹感情 所有礼物我都让秋月登记造册 只等王妃一来马上就交给您 秋月 快把册子给贵妈妈 册子里头 夹着张一百两面鹅的银票 贵妈妈不动声色藏起银票 这才慢悠悠开口 王妃 周姨娘可还捏在沈府呢 慢姨娘 总不能不顾自己亲娘吧 沈青月速来听贵妈妈的话 她扯回裙摆 居高临下看着我 虽然有这册子 但是不足以证明你的清白 那要怎么样 才能证明妾对王妃的一片忠心 你觉得呢 又来了 从来都这样 话永远只说半句 剩下的全让我们自己猜 猜错了她就大发雷霆 猜对了 那就是我们自己胡乱揣测 做的事情统统和她没有关系 25 这一次我才不会配合她 我茫然地眨着眼 努力做出 害怕又懵懂无知的表情 妾蠢笨 还请王妃明示 沈青月一耶 瞪我一眼 才恨恨地给贵妈妈使眼色 贵妈妈弯腰 凑在我耳边低语 姨娘好好想想 谁是王妃在这幅里最讨厌之人 我垮下肩 垂着头叹气 我刚刚让王妃生气了 还这么笨 王妃最讨厌的人肯定是我 机灵如贵妈妈 也有片刻的诗语 沈青月更是摔了茶杯站起身 世上竟然有如此蠢笨之人 她喘着粗气 看起来好像被气昏过去了 贵妈妈 你同她说 贵妈妈恨铁不成钢地瞪我一眼 王妃最讨厌的 自然是唐妃燕那个红妹子 你收拾了唐妃燕 也才能证明你对王妃的忠心 我恍然大悟点点头 懂了 王妃让我弄死唐侧妃 贵妈妈下了一把捂住我嘴 哎呦祖宗 你可轻点声 沈青月脸色仗得通红 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你 你 你敢污蔑我 26 我更茫然了 眨着眼 不明所以看向贵妈妈 那 那唐侧妃我还要去动手吗 沈青月气哭了 红着眼甩袖而去 只剩下贵妈妈 对我苦口婆心 尊尊善用 要想让唐妃燕彻底失事 有三计 第一 毁她容貌 没了美貌 唐妃燕就是没牙的老虎 不足为惧 第二 乌其不真 这是所有男人都不能忍的 王爷人中龙凤 自然更不能忍 第三 损其身体 最好让她缠绵病态 下不了床 不愧是贵妈妈 当真心狠手辣 你同唐飞燕是铜水火 她自然对你千房万房 所以啊 你先要同她做好姐妹 许多事 越是亲近之人 越好下手 我拉住贵妈妈 朝她手里递过纸笔 顺手再塞进一张银票 妈妈说了这许多 我这脑子根本记不住 还烦请妈妈写下 等我背得滚瓜烂熟 自信 我在神府藏桌多年 让所有人都觉得我空庸美貌 实则胆小懦弱 最好拿捏 贵妈妈拿走侧子 又带着丫鬟仆附 将我屋内搬了个空 满载而归 等她走后 我精心打扮一番 带着亲手做的糕点 去往牡丹院 二十七 你说什么 唐飞燕笑了 笑得花痴乱颤 好像听到最可笑的笑话一般 你不会以为 我是沈青院的蠢货吧 哎哟 乐死我了 你说要同我联手 是想玩什么反见技吧 她一边笑一边揉肚子 半赏才坐起身 准备端茶送客 罢了罢了 没想到你和那沈青月 一般蠢笨 你走吧 我不喜欢同蠢货来往 我伸手按住她的茶杯 将贵妈妈刚刚写的纸 塞进她手中 侧飞先看看这个 再喝着送客茶也不迟 唐飞燕漫不经心一瞥 神色逐渐严肃 最后 她咬牙切齿 将那纸拍在桌上 这东西 是你写的 我笑着将纸叠好 小心收进怀中 这是贵妈妈写的 侧飞如今 可愿相信我的诚意 唐飞燕静一不定地打量着我 半赏 才眯起凤眼 漫不经心地 转动着手指上的红宝石戒指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王妃之位 唐飞燕瞠目结舌 你疯了 二十八 我从容一笑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入口微苦 吞咽下去 却有着丝丝回甘 不愧是一两银子 一斤的雨前龙井 当真是好茶 我爹是力部左侍郎 正三品大员 我虽然是庶女 做个王妃 倒也勉强构格 唐飞燕神情变幻莫测 你拿到王妃之位 那我呢 我能得到什么 我定定地看着她 自由 哗啦 唐飞燕慌乱起身 带翻了茶碗 我蹲下身 将手帕按在她裙子音师处 我替你照应唐家 帮你假死出府 给你找好身份 让你带着所有嫁妆离开 听说裴月师母族远在南照 那儿风景秀美 四季如春 上一世 唐飞燕是不想怀孕生子的 她一直偷偷服用鼻子药 心里还抱着一线希望 直到后来被我逼得退无可退 才勉强打算怀孕争宠 唐飞燕眼眸中掀起惊涛骇浪 梁九才颤着嗓音开口 你 你如何 我站起身 仔细帮她整理好裙摆 唐侧飞 我远比你想象的要聪明 知道的 也更多 你不必急着回复我 好好考虑考虑吧 走出屋子 我立刻换了一副脸色 愁眉不展 姨娘真是太不容易了 二十九 三天后 唐飞燕终于出门了 亲手捧着一个手势盒 人未至 笑先闻 蔓妹妹 你先前送我那玫瑰芙蓉膏 当真美味 我昨天刚得了几只公花 胜在精巧新颖 不值什么钱 你收着玩吧 我端向着她 脸上敷了厚厚一层纸粉 却仍遮不住眼底的清黑 见我盯着她 唐飞燕拉过我的手 挤出一个甜甜的笑 我同蔓妹妹一见如故 这府中啊 正缺一个像妹妹般 可以闲话家常的姐妹 协议就此达成 沈清月怕我怀孕 禁服第一日 就送给我一串射箱手串 不只是手串 我屋里还有各种项链 不摇相高 里头都穿了射箱 简直是想用射箱 把我淹入味 我将手串赠予唐飞燕 她戴在手上 回去后就开始装病 顾征对她 很有两分情意 派管家直接去请了御医 宫里的御医 自然医术精湛 一眼就看出那手串的问题 顾征雷霆大怒 很快命丫鬟将我带来 我装出一副 懵懂无知的模样 王爷叫妾身和事 顾征阴沉着脸 将手串砸在我身前 这是你送唐侧妃的 三十 她今年已经25岁 却膝下空虚 一个孩子都没有 对子嗣一事 自然十分看重 我捡起手串 忐忑不安地看向顾征 这 这是王妃赏赐给妾的 王妃赏赐的东西 肯定是极好的 难得唐侧妃同妾聊得来 又经常给妾送礼物 妾便想送她些好的 王爷 这手串有什么问题吗 顾征大手一挥 去芙蓉院 太医美翻出一样东西 顾征的脸就更黑一份 没多久 跪在地上的人变成了沈清月 她抿住唇 倔强地养着脖子 不肯说话 顾征眼眸中黑气翻涌 将我房中搜出的东西 一件一件丢在地上 你还不说吗 沈清月耿着脖子 挺直几倍 妾身 百口莫辩 嘖 还是这副模样 从小就这样 做错事永远不承认 不但不承认 还要摆出 被人冤枉气的 说不出话的模样 怎么看 怎么讨厌 三十一 我泪流满面跪下 像顾征磕头 王爷饶了姐姐吧 她定然不是故意的 我在归中时 听说女子年岁太小生产 对身体不利 还极为容易难产 对 姐姐肯定是担心我 为我考虑才这样做的 沈清月松一口气 几倍也挺得更直了 可 太医倾可两声 王爷 下官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陆太医但说无妨 轻微的射箱 确实对人无害 但姨娘院中这些射箱 用上三月 足以让她此生 都无法再孕育子嗣 哐当 顾征砸了茶碗 气得脸色铁青 王妃可真是 好姐姐 好主母 我适时补刀 王爷 姐姐品性高姐 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 府中那么多院子 可能 可能其他人偷偷化了这东西 顾征眼中金光一闪 露出一丝冷笑 好 那就查 这样的好东西 沈青月怎么会 读读赏给我一个人呢 只是其他人院中 要下得更为隐蔽而已 32 柳姨娘院中的桃花树下 埋着一坛射箱 她最爱在树下喝茶看书 周姨娘醉喜焚香 香炉中藏着射箱 唐侧妃枕头里也有这东西 铁正如山 回天乏力 关键时候 贵妈妈大喊一声 跪倒在地 老奴该死 这一切都是老奴做的 贵妈妈一大家子人 都在神府干活 大夫人最喜千怒 护不住沈青月 她全家都要丧命 一命换全家 是比极为划算的买卖 故争大怒 贵妈妈当场被打死 沈青月因为管教无方 被剥夺管家职权 罚闭门司过六个月 而这只是刚刚开始 沈青月自然不甘心被罚 偷偷派丫鬟给我送信 三日内我要出去 不然周姨娘命威 我小心翼翼将纸条收好 这些可都是她亲手送来的把柄 只要有孕 危机可解 我让秋月送去纸条 并暗示她 让沈青月假装怀孕 三十三 她真的装怀孕了 唐飞燕点点头 扑斥一笑 刚刚丫鬟来报 沈家也已经派了大夫上门 我松一口气 笑着端起茶杯 我还怕她不上这个当呢 顾征这人 最恨人家骗她 一旦发现 恐怕沈青月这王妃之位 也算是做到头了 而沈家为抱住顾征这棵大树 到时候只能推我上位 父亲眼中只有权势 到时候为讨好我 自然会将娘亲照顾得妥妥贴贴 顾征虽然不喜欢沈青月 对嫡长子却极为重视 她解开沈青月的封禁 每日下朝第一件事 就是去正院看她 而沈青月则趁着这个机会 展开报复 顾征拧着眉来到我院里 满脸疲惫 今日柳姨娘来哭诉 说王妃罚她在鹅卵石上 跪了两个时辰 我款步上前 用手指轻轻按压她的太阳穴 王爷每天军雾繁忙 回家还要听这些事 肯定很累吧 顾征舒服地愧叹一声 整个王府 只有在你这儿才最舒心 她的头朝我胸前拱了拱 今日用的什么香 这般好玩 我低下头在她唇上浅浅一吻 夫君尝一尝 不就知道了 顾征大笑着将我抱起 满眼都是宠溺 小丫头 胆子越来越大了 34 外山吞去 露出里头半透明的小衣 顾征默然瞪大双眼 眼珠赤红 嗓衣暗雅 你这坏心长的丫头 天天想着法子勾引本王 我伸出双腿还住她的腰 绑纱半漏 越发趁得双腿银白如玉 夫君喜欢吗 呼吸声陡然加重 顾征暗骂一句小妖精 就要扑上来扯我一扇 王爷 王妃肚子疼 王爷快去看看吧 顾征趴在我身上 牙都快咬碎了 这是本月第几回了 回回都来打搅本王好事 当真可恨 我恋恋不舍抱住她的腰 将脸埋在她胸口 王爷快走吧 姐姐毕竟怀着身孕 这可是嫡长子呢 嫡长子三个字 像是一句咒语 顾征长叹一口气 坐起身开始穿衣服 我看着她匆匆离去的背影 扯起一抹冷笑 沈青月 你就折腾吧 折腾得越厉害 东窗事发那天 顾征就越生气 35 因为是王府第一个孩子 所有人都非常重视 顾征来到唐飞燕院里时 我正和唐飞燕低头刺秀 顾征玩耳一笑 你们姐妹倒是能玩到一处 唐飞燕在绣虎头鞋 我在绣虎头帽 唐飞燕养起脸 对顾征甜甜一笑 昨天我回娘家 参加我侄子的满月燕 那孩子长得可好看了 虎头虎脑 小胖腿蹬得可有力道了 等王爷的嫡长子出生 想必更加可爱 我也跟着点头 王爷长得多俊啊 小狮子肯定和王爷一样俊 听着我和唐飞燕 左一言右一语 描绘儿子的长相 顾征脸上的神情逐渐柔和 声音也越发温柔 以后习武也好 从未也行 我顾征的儿子 自然样样都好 我会费心教导他 希望越大 失望才会越重 听说顾征从牡丹园离开 竟然跑去工匠房 在那待了一下午 兴致勃勃 亲手做了一把小木剑 一张木马摇椅 倾注了如此多的情感 不知道沈清月 可经受得住他的雷霆之怒 36 天气渐热 沈清月的肚子 眼看是要瞒不住了 他嫌弃地将枕头丢在贵妃椅上 这要撞到什么时候 我的肚子都要捂出肺子了 我低眉顺眼站在一边 王妃 这孩子可不能平白无故眉了 沈清月眼睛一亮 你是说 唐侧妃最近可是很受宠爱 王爷一个月 要去七八次他院子呢 沈清月满意地点点头 谋害王寺的罪名 足够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是啊 足够让你 永世不得翻身 这天 我和唐妃燕正在小花园中散步 沈清月俯着肚子 慢悠悠躲步而来 两人素来不合 三言两句间就起了争执 沈清月命丫鬟掌唐妃燕的嘴 唐妃燕哪里肯乖乖受罚 动手和丫鬟推扫起来 不知怎地 那丫鬟手一滑 竟然将唐妃燕推向沈清月 啊 肚子疼 我的肚子好疼啊 我也惊恐地扯着嗓子尖叫 血 好多血 都是提前准备好的猪血 早早就藏在沈清月腰上 三十七 顾征在屋外来回躲步 脸色难看的似乎要杀人 好好的 怎么会摔跤呢 唐妃燕捶着头跪在地上 哭着扯住她的衣袖 都是切不好 王爷 现在就人要紧 一个大夫怎么够 快去请宫里的御医吧 顾征冷着脸推开她 来人 去把太医院长院带来 另外的御医 也多叫几个 也是凑巧 太医院长院和几位同僚 刚好休目 此刻 都在一条街外的文香楼喝茶 几乎是一刻钟不到 诸位太医就来到了王府 你说什么 顾征简直不敢想象自己的耳朵 什么叫王妃没有怀孕 太医们都低垂着头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半上 长院才干大的开口 那些 都是猪血 王妃三日前才刚来过鬼水 自然不可能怀孕 顾征一脚踹开房门 直接将沈清月拖到地上 贱人 你敢骗我 沈清月吓得瑟瑟发抖 视线慌乱的在其他人身上乱瞟 看到我时 犹如看到救命稻草 是她 都是蛮姨娘指使我这么做的 我有证据 对 我有证据的 她连滚带爬来到梳妆架子前 在装帘盒子最下层翻到一张纸条 只是打开瞄了一眼 就将她塞给顾征 王妃快看 真是蛮姨娘指使我的 38 顾征捏着纸条 看了一眼后砸在她脸上 这就是你说的证据 沈清月抖着手捡起纸条 如遭雷击般将立当场 只要有孕 危机可解 一日虚时 王妃会去小花园散步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跪在地上朝顾征磕头 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让人假孕了 妾也被王妃骗了 妾真以为王妃已经怀孕 为了自证清白 我把沈清月威胁我的纸条拿出来 当看到那句周姨娘命威时 顾征转身狠狠抽了沈清月一巴掌 毒妇 你这种毒妇 也配做本郎的王妃 沈清月丫鬟扑通一声跪地磕头 求王爷饶命了 奴婢一家老小的性命 都在大夫人手中 奴婢不敢不从 王妃不但假孕 还想陷害唐侧妃 说是唐侧妃害她小产 这一切都是王妃逼我的 求王爷给条活路吧 我淡淡地瞥她一眼 随即收回视线 不枉我苦心劝道 这丫鬟倒是把我的话都给听了进去 我和她说 能救她的 只有顾征 而非沈清月 顾征眼中似乎要冒出火来 沈家大夫人的手 伸得可真是长啊 39 天子一怒 服侍百万 顾征虽不是天子 权势却堪比天子 顾征满脸杀气 带着亲卫去和我父亲谈了一天 沈家大夫人被人连夜送往家庙 周姨娘扶为平妻 赞管府中内宅事宜 而沈清月对外宣称暴毙 实则 同她母亲一起去了家庙 我从姨娘身为侧妃 顾征还许诺我父亲 如若将来我担下儿子 就可扶我当正妃 这场博弈皆大欢喜 除了沈清月母女 顾征将头埋在我颈间 万儿 你可曾骗过我 我摇摇头 温柔地摸着她的头发 夫君 当日之事 我只想保住母亲性命 从今以后 我若敢再骗你一句 就让我天打雷劈 魂飞破 嗯 顾征堵住我的嘴 热烈又凶狠地稳住我 不许胡说 我信你 全谋之事 怎么能算骗呢 四十 两年之后 王府轰了一位唐侧妃 顾征难免失落 每日回府 总是愁眉不展 我拉着她的手辅上我肚子 夫君 开心一点 孩子们也想看到父亲开心 你有我 还有侧妃姻娘 可唐妃燕 却只有陪月师一人 上一世 陪月师惨死时 拼死也想护着她 唐侧妃已死 唐妃燕 却活了 顾征眼眸大亮 又惊又喜地看着我 当真有了 我娇羞地抱住她 太医已经来看过 说有两个月身孕了 哈哈哈哈 好 来人 赏 芙蓉院所有人赏两个月月钱 四十一 沈家家庙建在京郊的山脚下 环境简陋 设施陈旧 里头全都是犯了大错的妇人 每日要干许多活 种菜 曾经都是衣食无忧的小姐贵妇 自然种不好菜 干不好活 王妃 小心脚下 秋月小心翼翼扶着我的手 殷勤备至 自从沈清月失事 她吓得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后来见我没有罚她 对我伺候得无比用心 呀 这里好臭 秋月捂着鼻子 嫌弃地扭过头 王妃 只是两个挑分的妇人而已 没什么好看的 是吗 我倒觉得十分好看 你看 那是谁 秋月大惊失色 大夫人 大小姐 沈清月听到喊声 和大夫人一起抬起头 两人都苍老了许多 尤其是大夫人 简直像个八十老玉 没记错的话 她今年才四十五岁吧 四十二 沈如曼 是你 沈清月丢开粪桶 马上挨了一鞭子 大胆 竟敢直呼王妃名讳 沈清月目自欲猎 竟然想不顾阻拦冲过来 贱人 你这贱人凭什么 抢我位置 不过是贱臂所生 竟然敢当王妃 大夫人和那眼睛都红了 助手 不许打我的月儿 她可是王妃 你们都不许打她 我笑着摸了摸肚子 大夫人说笑了 我才是王妃 而且即将生下柿子 沈清月喷出一口血 仰面倒下 大夫人惊呼一声抱住她 哭得眼泪鼻涕呼了一脸 来人啊 请大夫啊 我挥挥手 叫来家庙的管事住持 去请个大夫 我要让他们 长长久久的活着 死是最轻松的 活着才能日夜煎熬 饱尝是心啃骨之痛 从家庙出来 秋月的姿态愉加谦卑 王妃 咱们现在是回王府吗 我侧过身 看着远处落日的余晖 去神府吧 我想我娘了